大家好,我是开水 近日韩国多位明星都在网上转发一个名为 郑仁啊对不起的运动 韩国综艺节目想知道真相 也对该事件进行了详细了解 郑仁呢是一个只有16个月大的女孩 16个月大的她本应该是备守父母的等爱 可现在她却孤零零的躺在一处免费的墓地 陪着她的只有那个价值3000韩元的相框 郑仁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遗弃 所以啊她从出生开始 她就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温暖 后来在她7个月大的时候 她被一对张姓的夫妻收养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郑仁幸福生活的开始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噩梦 这对张姓夫妻领养郑仁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4岁的女儿 他们之所以要再领养一个女孩 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小妹妹 在领养郑仁时啊 其养父还说 领养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是应该收到祝福的事情 领养郑仁后 这对张姓夫妻啊 还曾带着郑仁一起出演了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节目播出后啊 这对张姓夫妻啊 就一直以天使父母的形象示人 然而谁能想到 这对天使父母啊 背地里对郑仁做的事却是禽兽不如 在收养郑仁后啊 其养母就曾多事对朋友表示 一直对养女产生不了感情 但是因为爱面子的缘故 所以啊他们并没有停止对郑仁的收养 相反他们在收养郑仁一个月后啊 就开始略带孩子 晚上七点 他们把郑仁放在一个漆黑的房间 任由孩子大声的哭闹 等到孩子哭累了 也就睡了 他们把一岁大的郑仁放在家里 然后带自己的亲生女儿出门 把一岁大的郑仁呢 独自的锁在车里几个小时 然后带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去饭店吃饭 因为不想闻到孩子大便的味道 所以他们呢 只给证人吃奶粉 据证人幼儿园的老师说啊 当时证人在幼儿园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既然幼儿园老师都发现了证人不正常 他们就没有报案吗 提到这里啊 更让人痛心 因为啊 不仅幼儿园老师报警了 就连养父母的朋友也曾偷偷的报过警 儿科医生呢 也报过警 三次可以救证人的机会啊 都被错过了 第一次 幼儿园老师啊 发现证人的身上总有淤青 就赶快报警 对于警方的调查呀 养父母给出的解释是 为了治疗孩子的O型腿 所以给孩子进行了按摩 这才导致了孩子啊 身上有淤青 不负责任的警察呀 就这样亲信的养父的话 第二次呢 张姓夫妻的朋友 发现他们多次把证人啊 一个人放在车里数小时 于是啊 他就偷偷的报了警 可因为没有证据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第三次啊 幼儿园老师发现了 两个月没去幼儿园的证人啊 骨瘦如柴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于是啊 他们赶快将孩子啊 送到了儿科医院 在医院经过检查后啊 儿科医生选择了报警处理 这一次啊 养父母拿出了 他朋友开的儿科医院证明 趁孩子啊 是因为口腔的育饼 所以啊 才会变瘦 韩国警方啊 又一次的相信了张姓夫妻 就这样 三次可以救证人的机会啊 都被错过了 在2020年的10月13日 在受养不到8个月的时候 活泼可爱的证人啊 离开了这个 他只生活了16个月的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 证人的全身都是瘀青 内脏破裂 头部 内骨 手臂 腿部啊 多处的骨折 腹部内啊 有积血 而他离世时啊 他的体重只有8.5公斤 更让人气愤的是 在证人离开的当天 其养父母的楼下邻居啊 曾多次的听到 众舞落下的声音 为此啊 他还上门啊 找了张姓父母投诉 当时啊 证人的养母啊 只是简单的进行道歉 在9点54分的时候 养母啊 还曾给丈夫啊 发个短信 问丈夫啊 要不要带证人去一下医院 他表示啊 只是刑事上的去一下 10点19分 养母啊 送亲生女儿去医院 这个时候证人啊 依然一个人在家里 后来据警方分析啊 这个时候 证人可能已经不行了 11点32分 养母啊 回到家中 11点42分 养母坐出租车 带证人去医院 在车上啊 出租车司机 看到证人的状况啊 还曾建议养母啊 叫救护车 这样啊 去医院的路上 还可以进救治 然而呢 养母却拒绝了 12点06分 证人被送进了医院 此时证人的心脏 已经停止了跳动 而这个时候啊 他的养母啊 却还在点外卖 接下来医生 在检查证人的尸体时啊 被震惊到了 他不禁啊 看上去比同龄人小 只有8.5公斤重 而且全身都是伤 医生表示啊 证人去世的时候啊 全身都有骨折的地方 腹部还充满了积血 内脏也破裂了 甚至啊 连最内部的 一线也都破裂 一线破裂啊 大多出现在交通事故 受到猛烈撞击后啊 才会这样 医生表示啊 只有像成人 从沙发上 跳下去 重重的踩下去 才会导致 这么小的小孩子啊 一线破裂 证人在生前啊 到底遭遇了 怎么样的虐待 才会满身是重伤 杨母把证人送到医院 他表示啊 证人的死亡啊 只是意外 当时证人和大女儿 在沙发上玩 证人不小心 从沙发上跌落下去 然而啊 他的谎言 很快就被拆穿 事实上啊 证人从被收养开始啊 就一直遭受虐待 根据养父母 身边的亲友爆料 他们一开始啊 确实想领养证人 让他和亲生女儿作伴 外表看起来 好像一家人 非常善良 而且相处也很好 但是没过多久啊 养母开始 向自己的母亲抱怨说啊 好像把他领养 想得太简单了 自己好像 对领养的孩子啊 没有感情 慢慢的 身边的邻居 和托儿所的老师啊 都开始发现了不对 甚至发现了证人啊 被虐待的迹象 而且邻居啊 还曾亲眼见过养母啊 直接用手 夹着证人的脖子啊 捏着走 在电梯里啊 还把证人啊 独自架在栏杆上 自己得罪到电梯的禁止啊 整理 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证人去世后啊 养父母甚至 没有为其好好地安葬 只是将他的尸体啊 安置在一处 免费的墓地里 之后啊 再也没有去祭拜过他 这起案件被曝光后啊 震惊了全韩国民众 大家非常的心痛 还露刺那些啊 没作为的警员 如果证人能够 及时地被救出 他也许啊 现在还活在世上 尽管负责此案的警员啊 在证人死后 受到了纪律处分 但随着这起案件 被曝光之后啊 越来越多的网友表示啊 应该解雇 降级和停止 相关的警员 网友愤怒在于啊 他们去年 在证人去世之前 就收到了三次 涉嫌虐待的举报 但他们呢 都没有深入的调查 就草草了事 错过了救证人的机会 韩国国家警察局的网站上 就收到了500多个投诉信 要求对负责此案的 首官员进行格职处理 民众还发起了 证人对不起的运动 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证人的案件 让其养父母啊 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目前呢 有多名韩星呢 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中 包括李炳仙的妻子啊 李明廷 前体育主播啊 裴志贤 BTS防弹少年团的成员啊 志文 还有很多人呢 来到证人的幕前呢 给他送去鲜花 洋玩具和调念卡片等等 1月5日啊 韩国的女明星啊 李盈爱 带着自己的龙凤胎儿女啊 来到证人的幕前呢 祭拜 看到照片中啊 证人笑得开心的样子啊 李盈爱忍不住啊 泪傻现场 看着啊 是那么的让人伤心 李盈爱说啊 自己作为一个母亲 直到证人遭遇后啊 感到非常的痛心 目前呢 证人的养父母啊 被韩国警方 以略带罪拘捕 现在在韩国的青瓦台啊 国民请愿公告栏上啊 出现了 应该以杀人罪 处罚养父母 而不是略带致死罪的请愿 得到了超过 20万人以上的同意 后来面对检方的指控啊 张姓夫妻啊 只承认 几个罪则较轻的罪名 对于其他的指控啊 他们盖不承认 即使检方啊 拿出了有利的证据啊 他们也是各种的辩解 比如说 孩子身上骨折 以及内脏出血等情况 他们会说啊 不小心摔的 甚至连自己的亲女儿啊 都成了他的挡箭牌 他们把一切的责任啊 都推给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说女儿啊 调皮 跳到了证人的身上 才使证人受伤的 案件呢 将于1月13日啊 正式的开始审理 我们呢 也会关注后续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